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看的是迈阿密的水下世界 那说到迈阿密呢 很多人会想到的是Key West 或者迈阿密室内这种旅游胜地哈 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还基本上没有被游客踏足的 本地人才会去的一个地点 那就是Key Largo 它正宗的处于迈阿密机场 到Key West的中心地段 所以说呢 如果在这里住下的话 你可以花一天的时间去Key West 或者去迈阿密里面玩 就不用跟这样大批的人挤在一起了 不过在节目一开始 想先跟大家强调 要爱护海洋的生物环境 不管是浮潜还是潜水的话 Leave only bubbles Take only photos 只留下泡泡 只带走笑片 不要拿也不要碰任何的海洋生物 如果是因为入侵物种的话 请具备专业的捕捞知识和证件 我们在Key Largo的潜店叫做Rainbow Reef Diving Center 是一家非常不错的潜店 在早上七点半的时候 大家陆陆续续的就开始上船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船啊 它不大 上下分为两层 在船的两侧已经摆满了 给潜水员用的氧气瓶 那船的上层呢 是给船长和观景用的 在船的两侧呢 是乘船使用的 最重要的呢 是船中间的位置 俗称VIP区哈 Ballmate in Progress 就是正在呕吐中 所以如果大家晕船的话 可以坐在这两边 一个呢 是这个船的中间比较平稳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想吐的话 扭头就可以处理 在船长开船前呢 其实大家就应该 把自己的潜水装备setup好了 那这里呢 也给大家看一下 潜水装备都有什么 潜水的硬装备呢 分为三部分 Regulator BCD和氧气瓶 Regulator呢 是这个氧气管 BCD呢 是我们背在身上的这个小马甲 它是可以充气的 那第一步呢 就是把BCD套在这个氧气瓶上 一定要绑紧 请大家忽略我的命不表情 我不是不高兴 我只是没有睡醒 其实内心还是很激动 可以出海潜水的 那套好了BCD之后呢 就拿出来你的这个Regulator 就是氧气管 把它和氧气瓶连在一起 连好之后呢 再把你的Regulator和BCD连起来 这个时候有个小阀门 只要把它扣在一起 就可以充气了 那做完这些之后呢 其实你的Sight Up就已经好了 但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是你要检查你的所有都是正常运作的 所以要打开氧气阀门 检查你的压力表 还有你的BCD可不可以充气 检查你的主呼吸管和你的副呼吸管 黄色的是副呼吸管 主要是用于紧急状况使用的 可能会给你的潜伴或者你自己使用 一切都检查完成之后呢 就大功告成 可以等着船长开船了 在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到二层去看一看风景 其实这里的风景还是蛮漂亮的 半战朝阳船缓缓地驶出港口 去探访未知的水下世界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的表情就回归了正常 船快到前点的15分钟之前 船长会发出提示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应该把自己的潜水服 潜径和脚谱穿上了 我现在喷的是很简单的baby shampoo 这个呢是最好用的储物剂 那话不多说 我们去看一看水下世界都有什么吧 Kilago的水质是很不错的 即使在今天这样大风大浪的情况下 水下能见度也很高 只有很少的杂质颗粒 往下潜的时候呢 大家要排排队沿着线缓慢下降 不然的话有可能会迷失方向 Kilago有很多鱼 也有很多的海洋生物 我知道很多朋友对龙虾很感兴趣哈 但是有一些华人朋友在潜水 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说 哎为什么我看不到龙虾呢 其实因为龙虾它就只会躲在一些比较隐匿的石缝里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看见 我们这趟旅程呢有一个朋友正在考进阶潜水员的潜水证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现在是黄衣服的教练正在教他福利 福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它可以保证你观景的同时不会触碰到任何的海洋生物 那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通过呼吸来控制你背里的空气达到你可以悬浮在水中的某一个深度 那教练对他的要求呢是用嘴里叼着的这个呼吸管去碰倒放在海底的牵块 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学员展示环节 我们的金玉同学一上来就沉底了 不过呢他依然想用脑袋把这个牵块拱倒 哎成功了 然后他努力的想往第二个牵块游动 但是游动的过程中他好像失去了平衡 他的腿怎么往上了呢 这时候他在挣扎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泡泡从他的嘴里吐出来 这是因为他在努力的清空背的空气想往下沉 不过呢有可能是因为呼吸太大口的缘故 他依然是最后往上走了 任务失败 刚才我们的浅点是比较浅的 大概只有十几米 我们下一个浅点叫Speagle Group 它是一个水下的沉船 最深可达水下43米 依然下浅的时候要沿着绳子下去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教练再叫我们过去看 他呢其实是要给我们展示一下水里的压力能做到多少 现在呢我们在水下80ft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教练是敲开了一颗鸡蛋 大家就可以看到哈这个鸡蛋在水里 它是不会散的 是因为水下的水压很高 所以他会把鸡蛋都压在一起 所以鸡蛋它不会散 然后呢教练拿出了一包彩虹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彩虹糖的颜色不太对哈 不过呢这个彩虹糖用灯一照 它的鲜亮的红色就回来了 这个是因为呢不同的光波 在水下能达到的范围是不同的 红色是在海里最容易消失的 所以说当你下降到一定深度的时候 红色基本上在海里是看不见的 所以这个时候给它补光 红色就会回来了 船潜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景地点 它相当于整条沉船已经变成了一个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不管是珊瑚还是鱼还是甲壳类生物 它们都可以在这里安家 而且呢在这里潜水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超现实感 好了那我们本期的Miami水下世界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柚子 我们下期再见啦 卢山基华人资讯网全新打造主播探店栏目 为洛杉矶大小商家提供一流的视频制作和探店服务 参与美容推荐 新店开业为您推广业务提高知名度 一阵式服务就找主播探店 人气主播任由您选 详情了解扫描微信二维码进行咨询 未经许的节目 未经许是资论纸